最近南京警方向媒体通报 从今年的10月份以来 通过跟各大银行的密切配合 已经成功拦截了192起电信诈骗 11月16号上午 家住南京陆河的杨先生夫妇 来到陆河区玉带邮政之局大厅 要取55万元现金汇走 工作人员见取款数额巨大 且夫妇俩神色慌张 就仔细询问他们是否认识汇款方 夫妻俩想了一下才说 接到一个法院打来的电话 说他们的银行卡非法透支 对方要求杨先生夫妇 把钱转移到安全账户接受调查 工作人员反映过来 这是一期典型的电信诈骗 于是一面对他们进行劝说 一面报警 应该是一个改号软件 改了一个电话号码 冒充为025110这个电话 打到了毫某的电话手机上面 要求跟他说 他的那个账户存在了一种安全问题 民警赶到后 夫妻俩才相信自己是遭遇了诈骗 南京警方在50天的时间里 通过与各大银行的密切协作配合 严厉打击电信犯罪 已经挽回市民经济损失744.2万元 警方表示 市民接到任何要求转账汇款的电话 应向银行咨询 或者直接拨打110再做决定 以免上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